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饰室内 亲友间 馈赠礼物 以及个人的随身事物 中国节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 代表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符合中国传统装饰的习俗和审美观念 中国节不仅造型优美 色彩多样 更认为代表着团结 幸福 平安 而深受大众喜爱 如吉庆有余 福寿双拳 双喜临门 吉祥如意 一路顺丰 与中国节 主配都表示热烈浓郁的美好祝愿 是传达忠心制成的祈求和心愿的佳座 中国节每一个基本节根据其形 意命名 常见的有盘长节 双前节 纽扣节 团锦节 吉祥节等多种形式 把不同的节式互相结合在一起 混用其他具有吉祥图案的事物搭配组合 就形成了造型独特 绚丽多彩 欲深刻 内涵丰富的 中国传统吉祥装饰物品 在新婚的战钩上 装饰一个盘长节 遇着一对相爱的人 永远相随相依 永不分离 在佩玉上 装饰一个奴役节 引申为称心奴役 万事奴役 在善制上 装饰一个吉祥节 代表着大吉大利 吉营天象 祥瑞 美好 中国节体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真 善 美的良好愿望 中国节义也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 丰富多彩的变化 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 中国节也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深受各国朋友的喜爱 以中国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绳节艺术 至古传承至今 见证着绳节千百年来的演化与变迁 节的表意价值 历代文人莫刻有大量生动的描写 梁武帝私有 腰间双一带 梦为同心节 宋代诗人林布有 君类营 窃类营 罗代同心 节未成 江头朝以平的诗句 宜为相诗 宜为别情 都是借节来传达情谊 终观中国古代诗诗歌赋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绳节已超越了原有的实用功能 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翻炎壮大 生活空间的拓展 生命意义的增加和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而世代相传 小小的绳节之中 蕴含着说不尽的故事 中国节 作为人类已有文明形式最早的载体 把我们同祖先 师序相连 中国节 传达着无限久远的文化内容和对于历史的记忆 使我们与古人情谊相通 随着历史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 中国节的编织方法也不断发展变化 灵巧的手工艺人 推陈出心 博大精深 上一节 生活中的绳节 我们学习了纽扣节 双平节 这两个最基本的中国节节法 希望有兴趣的同学能多了解中国节 多学习中国节 进一步将中国节的技法继承并发扬光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